美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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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189 昨天中国政府又干出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最近湖南平江、岳阳等地发生了暴雨中同步泄洪 所以又让这些地方被淹两三层楼不等高的这种地步 但是在7月5号,湖南的洞庭湖发生了窥堤 结果中共就下令连夜撤离附近5000多位居民 连夜赶工在中午就拍出了沙石车还贴着红色的横幅 什么抗战胜利、防洪胜利这种横幅 开到决堤口用沙子去填补洪水 结果被网友呛你这个沙子是散沙 你还不是装着一袋一袋 随着沙子在水中越来越多,洞口也越来越大 那中共干脆就直接把所有的沙石车 连人带车带沙还有横幅一起投入水中防洪 有一种长津湖冰雕连 还有日本神风特工队那种感觉对吧 结果被一堆的中国网友喷 你们脑袋是装什么呢?沙包都装到你们头脑去了吗? 巨石啊沙袋削剥块你一个都没落下 最后呢干脆直接把卡车开到水里脑袋是进水了吗? 确实啊! 你还有时间找工厂连夜赶工帮你去做抗灾的横幅 放在货车上 这样就可以抗灾了 果然是罗刹国啊 不过大家在回想一下疫情期间啊 把人家封在高速公路上啊 封在厕所啊 汗屎啊 对吧 小区门汗街啊 在公园就给他一个防蚊帐 就地隔离啊 去医院也不让去啊 给鱼 给大蒜 甚至给空气做核酸 所以啊在看现在这个操作 我觉得一点都不魔幻 但我又马上看到了这篇消息啊 新华社报导说什么 圣上表达了对湖南洞庭湖 决堤发出的重要指示报导 那看到这个 真的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只要圣上发出的什么亲自部署啊 亲自指挥啊 哪是不是烂嘴收场 拜托啊不要再指点了 你要搞清楚 你是一个反指标的人物 当然有非常多小粉眼看了觉得很热血沸腾啊 很感动啊 还说什么96年98年的抗灾啊 人民子弟兵解放军啊 跟牛逼啊 集体跳入水中万人防洪 我想啊 你们应该也找到原因 为什么水一直治不好了对吧 如果这样就可以防洪防灾的话 昨天你们从上海出发到巴黎的游泳队 是不是应该也要去那边训练一下呢 当然啦 中共官方说是全程通知 但网路上有些灾民表示 微觉睡醒发现家里被淹没了 你哪有全程通知啊 那为什么我还在那边等救援呢 你不是说连夜撤离吗 那为什么我可能早上才收到通知要撤离的呢 每个网友都有不同的说法 而更搞笑的是什么 中共发出的红头文件表示啊 禁止公务人员啊 党政机关啊 也不准接受任何的媒体采访 或是表达意见 甚至连当地居民啊 在抖音上直播洞庭湖的水情啊 没多久就被封号了 也就是说只准中共媒体 或是与其论调相同的自媒体 可以去报导或是表达意见 因为如果你不是我党的人 或是你平时也不是发表一个爱国言论的人 你去那边直播 我怎么知道你会讲出什么 伤害党的话呢 对吧 而这一次啊 中共官方还呼吁 捐款给湖南 但许多中国网友不买单 表示啊 捐钱给你贪污用吗 主国建设很棒啦 国家肯定会救你啊 而且报导不是都说了吗 你们都转移了呢 此生无悔入华夏 放心 有个人会帮你们的啊 今年全国各地都这样 太难了 这个天灾是不可避免的 等下就讲一下 天灾 村支部还有代表差不多要到了 你们再等一会吧 你们是5726人以外的吗 帮不了你啊 大姐 慢慢的 我从福建准备走路过去啦 请不要恶意呼救 相信党会出手 更魔幻的又来了 根据2022年中共自己媒体报导 在洞庭湖周边又扩大资金 加固工程 投入了85亿人民币 那也就是说 加上他先前的那个工程 是X加85亿以上 你花了这么多钱 对不对 结果呢 被网友通骂 你钱哪去啊 X加上80多亿 真正用在建设这个水库上 是几% 然后有几%在你们家里 有几%在瑞士 有几%在美国 而2024年6月17号跟6月30号 当地的县委书记 还有一些市区领导 还特地去了洞庭湖视察 表示我们对防洪的准备啊 当地媒体还以什么呢 红色力量 老族安全提拔 结果7月5号就打脸 这是1961年有气象以来的最高值 全县共计有190座水库一红 什么意思呢 超出了警戒线 所以超出警戒线要泄红嘛 你不泄红就会溃蹄嘛 就像现在这样嘛 但是你们很早就泄红了 对不对 190个水库同步泄红 所以为什么中国好多地方都是水库暴雨 同步泄红然后淹成这样子 你们还怪是天灾 是不会提前泄红吗 你们中共国的气象报导是当天才知道 哦会下暴雨 哦有一个气流过来 明天会下很多雨 哦是这样 还是说你们当天才知道 这个观测天象啊 东风起 等一下要下大雨啦 好泄红 不是大概前5天前7天就会知道了吗 你知道当下不就可以下另一天泄红了吗 你都知道暴雨要来好多天 你不会提前一直泄红嘛 当然不会啊 因为这些就是你赚钱的工具嘛 第一你当然不会这么做嘛 你水库的位置越低 你的发电量就越少 你就越赚不到钱嘛 而且根据大陆这块土地上的历史 每一个国家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 每一次的天灾饥荒水患 最后搞到都是人祸 而且很多当地的官 是希望灾情越烂越好 而他们在中央也有人可以配合 因为皇帝他下面有左丞相右丞相 还有一些高官嘛 什么中书令嘛 那么各个的这个都是互相制衡的 或是互相配合的 那有一个会挡一个嘛 我们可能同步参加这个救灾 我可能是规划 你可能是负责执行 那有一方会挡一方嘛 那就看这次救灾那个县 那个省 是站在哪一边的 那有一边可能是想要经历救灾的清关 另外一边可能就是想要贪污俯辟的贪官 两个就会互打 两个就会互闹 那圣上其实也知道 圣上就看 才是想要大家斗 大家越斗我政权越好 你们互相闹矛盾 不要闹到我身上 我的政权就越稳 然后当地百姓越惨 从中央拨的钱越多下去 大家分 分完了不要闹 哦 你们继续拥护我这个皇帝 你们贪贪贪多少 不要贪太夸张就好了 中国历史贪贪的不就这样吗 包含你们去看现在自己中国联系剧 是不是也这样排啊是呀 那你们看完不会有即时感吗 是不是 我们带大家来看看这条影片 夸不夸张 -所怕过 -脚胜 -酒成衣 -双 Сп傲桌 -不吃 台湾这20年以来啊 台中台南高雄台北新北 甚至乃至我们花莲 哪一個地方淹成這樣子過? 全塵 除非蓋在山區颱風天來的那種 譬如說像是南投的廬山 那那個颱風來直接 改合到那個另當別論 但這個是嗎? 全塵耶 而且這不是個案耶 你看 今年喔 我就講今年這一兩個月啊 廣東淹 廣東淹 廣東淹完廣西淹 廣西淹 廣西淹完 安徽淹 安徽淹完 福建淹 福建淹完 江西淹 江西淹完 湖北淹 湖北淹完湖南淹 那湖南淹完哪裡要淹呢? 中南海淹啦 好不好 僅僅一兩個月耶 基本上大半個華南地區好多城市都淹了一片 而每年都是如此 剛好淹沒的地方附近或是下游 都是水庫 這是天災嗎? 我們看這些人逃難的影片 你不說我都以為日本打來啦 還是這個殭屍來了一樣 如果只是少部分一兩個才是這樣 當地政府的郭馬 我們不要說多遠啦 就說從去年開始的東北三省 河北桌州八州 北京郊區天津的交接處 怎麼每個不同城市 不同區域犯的錯都一樣呢? 中國人民如果不行的話 認為是當地政府的權責或是天災造成的 那我只能說 好好活著 明年後年大後年乃至10年20年之後 只要你有生之年 還是這個樣子 要記得你們還不是颱風耶 去年桌州霸州那些東北 連續兩個颱風來 然後 沒有學取教訓 對吧 你說這個北京河北 很少根本就是 萬中選一才有過的颱風 沒有問題呀 但你們 只知道下個禮拜又有一個颱風 又要相同路徑 很少東北那邊 你們做了什麼準備嗎? 沒有 提前洩洪嗎? 也沒有 前面華洋各區 洋海各區幫你們華北 坦了非常多傷害 颱風威力早就大大減弱 還爛成這個樣子 要是台灣真的給共產黨統治 那我們台灣不淹沒了嗎? 我們在蔡英文就任前 基本上每年都三四個颱風來 這個台灣人習以為常 那不知道為什麼蔡英文上來之後 颱風真的很少 我相信台灣人非常有感覺 估計 真的共產黨統治台灣 台灣就已經淹沒太平洋了啦 對不對我們現在我走出去 我就淹到三樓了啦 這就是國民黨陳雲正說的 中國建設好棒棒 我們來看這張圖啊 像鳥兒一樣的網友說什麼呢? 可憐啦 疫情之後又來個大水災 老百姓怎麼活啊 而且現在工作難找 事業倒閉 真難 你看 造謠啊 他肯定是我們台灣的演員 他這些講的都是我們 這一兩年一直在講的事情 對吧而且這個也是 鍾明軒那種人不願意相信的 因為他沒看得到 然後下面這個粉紅就說 樂觀點 你看這個烏克蘭巴勒斯坦 中美處於戰爭期間 炸彈還沒掉落在中國領土 不應該親信我們有對等軍事實力嗎 像昨天啊是美國獨立日 美國的國慶日啦 然後呢就有一群 不知道是不是拿到綠卡或是 美國護照的 中國人 在那邊喊美國要完蛋了 美國 美國 當然啦 有一些網友說這可能是反串 OK我們退一萬步來說如果真的是反串的話 那他們為什麼 反串下去我們會覺得 心有氣氣焉 為什麼很多網友也會覺得 這還蠻符合 小粉紅的個性 不是蠻多就是這樣子的嗎 什麼魔幻的國度 真的是 今天影片到此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相信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爸下次見 拜拜